請收看 為心世界 為心情得 請收看 為心世界 為心情得 闲事同修,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维心正道。 师父和原禅师开示,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念头,一点灵光的存在。 过去几千亿万年来,始终不停地在轮回,永远不会消失,而会毁灭的只是我们的身体。 维心正道节目,邀请益京大学闲事同修之学习心得,以案例正道分享,共创人心和谐,世界和平。 今天很高兴接受我们访问的就是维心圣教益京大学袁东讲师,袁东讲师你好,阿弥陀佛。 感谢师姐,阿弥陀佛。大家好,事物适于我的法号,袁东,目前是六届的学员,目前在斗六道场有开一经风水初级班,阿弥陀佛。 所以袁东讲师,你现在在斗六道场开课,已经开了几届了? 这是第一班。 第一班,是,进入中门你说你第六届,那进入中门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到今年是第十四年。 十四年啦,真的很厉害呢,十四年可以当讲师。 这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说你本身还在上班嘛。 所以一边上班,一边要来上课,这样的转换时间可以调度的过来吗? 那上课的时间是六届是在每个礼拜天,那是等于是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来上课。 那时候是存着一个去放松自己的一个态度,去上一经。 是,是,是,所以六届上到现在来,你可以开课来当讲师的,不简单哦。 而且你现在开课是在斗六道场,就在我们的原尊法师的道场里面吗? 不简单哦,云尊法师,我真的非常佩服他。 课程上的非常的好,为人也非常的正直。 对。 对,相当的不错。 那当然就是说,来上课,从你学习,从师父这边开始学习一到现在,你可以跟学生来分享我们的妙法,让学员来学习这些妙法的时候,你的心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在授课的传授这个师父传下来的一经风水妙法,那学员回去他们自己有去做一个改善的动作,就是做一个调整。 那每个学员他们那种来上课的那种心情是很期盼,每次来上课就是引颈期盼那种态度,而且非常的踊跃。 是,所以因为学员的反应也会激起老师更积极的,更努力的,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讲师们呢,其实有每次都第一次要上课的时候都会有点紧张,不晓得你会不会? 会,像在度影现在也会紧张。 会紧张,为什么要紧张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师父给我们这个平台非常的好,每一位讲师都要经过论文的写作报告, 而且每个礼拜四呢,有可能都要轮流上台来做报告,这么多的经验了,而且你还不是第一次接受访问,你还会不会紧张吗? 稍微啦。 稍微喔,跟上课的时候会紧张吗? 上课刚开始会。 会,紧张多久,紧张几次。 紧张的大概一两次就很熟了,就不会有紧张的。 没错,因为看到这个学员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熟面孔嘛,然后他们对老师的期待,让你不得不把你以前上的课程,学员的期待要去翻书,更把重点讲出来给学员吧,应该是这样吧? 对。 虽然我不是讲师,但是我大概可想而知,你们准备啊,因为曾经访问过讲师,他就说,我第一次要上课很紧张,准备了三个小时的课程,没有想到那半个小时讲完了,不晓得要怎么办。 是,是,所以你本身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本身是在一家纺织厂当主管。 主管哦,纺织厂大概现在好像比较少了。 对。 那大概做些什么样的成品,还是半成品? 我们是原料。 原料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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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是看他原料做得怎么样吗? 对,对,对。 哦,是,这份工作应该是做很久了吧? 做了今年是进入第18年。 18年,哦,是,那也是很久的时间了。 当然就是说,你现在在招收学员,在我们斗六道场这边,学员的招收的情况? 目前招收的情况是还可以。 还可以。 对,对。 学员应该都是很积极了。 不过我想就是说,除了说你现在当讲师啊,应该有很多的时间你会去跟学员互动,或者是学员有一些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一定会找讲师来帮忙。 是不是常常也要帮学员解决一些问题? 有,有,像学员也会来问一些我们子女的婚姻问题。 哦,子女的婚姻问题,要帮她沾沾挂,用意。 哦,是,是,所以其实也不简单哦,当一位讲师呢,你刚刚开始呢,这整个步调一定要符合学员的需求。 不过我听说是你自己本身上班的这个纺织厂呢,其实以前是工厂有一些问题的。 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在29岁的时候到这一家工厂是被挖角到这一跳槽的。 那这一家工厂是完全是新的。 从基础建设到开始招收员工都是我医护染下来什么的。 哦,是哦。 所以那时候29岁嘛,年轻气盛。 血气方钢。 对,而且就说我对这个纺织还有工业工程这个方面蛮有自信的。 那工厂就开始运作了嘛,那装完机台开始生产。 那很奇怪,我对这个房子专业还有工厂管理之前就很有自信的,而且是相关是同一个行业。 是,应该是可以,可是为什么生产都不顺。 哦,是啊,因为以前你就很厉害了嘛,是被挖角过来。 对对对对。 对你来讲价钱就熟的事啊。 那就是人员,第一点就是人员,人员上的那种不好管理。 人员冲突多,苦舌是非多。 哦,是。 那时候还没学艺,还没学艺经,然后就办公桌,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室大概有那个现场办公室有将近三十平。 哦,那么大一个。 那一只桌子就,因为是我去主导handle那个场,所以我可以去那个调整桌子。 那第一次就是,那一般人就说我看到的,以眼见为凭嘛,眼耳鼻舌身,那我就桌子摆着正对的机台,机台刚好在我的前面。 就像我的办公桌在这边,那摄影机在,就是机台。 你那时候把你的办公桌排在你的眼睛的对面是什么意思? 正前面。 可以随时监视。 对,所以可以。 那想说,这样是最好的一个牧师管理。 对。 想不到口哲很多,口哲示威很多,后面又是一个窗户,又没有靠。 哦,是。 后来想说,好像不顺。 哪里怪怪的,然后就移到往左边移,往左边移就是一个管路间,一个管路间,每天中午12点半会证实,那个会打水,打水就有异想,我坐在那边。 这不掉? 这不掉。 一样,还是口哲是非,产品都不顺。 后来又转了,转了那个,再转90度,这是后面有一个墙。 转过来,哎呦,有顺哦。 好像感觉比较好一点。 那个位置,然后,虽然机器是在左手边,可是我没有看到机器嘛,这样,不过改了又蛮顺的,那个位置从现在到现在已经,改过到现在已经14年没有改了。 哦,是。 那中间这一段时间,我说我在中间这一段时间,从开场那三四年的时间,那个桌子换了三,换到第三次才好。 后来是学易经才知道,原来我的办公桌全部都摆错,第一次前面朱雀后面空,第二次前面朱雀后面动,第三次转过来的,诸法的,是,龙边动,龙边,龙洞有力。 没有想到你的无心的做做做,三四年都一直挑,挑到最后,竟然龙边在动。 那后来你是怎么样? 后来是学易经完以后才知道,原来易经,如果我早一点有学到易经,这个一次到位,就不用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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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因缘来接到这么好的一个妙法? 呃,那个就是,其实,呃,这个算是我自己的人生一个,后来想说也是这个缘分才能跟老祖跟师父进入我们这个接人,进入我们这个中门。 是,那时候我89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学易经,那时候小朋友,小朋友就车祸,我去公司,那很近车祸,然后刚好有一个厂商来拜访我,他说我看你好像闷闷不乐,因为那时候人如果有心事嘛,当然,家里不平安,怎么安心上班呢? 他就告诉我说,啊,那南投国姓乡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可以去找馆看,哦,千佛寺,他说千佛寺,那我就那时候也,那时候还没有这种快速公路,然后我也不知道,国姓乡,开了四个小时才到,因为不知道路嘛,那开了四小时才到千佛寺,刚好,那时候有碰到师父吗? 那时候第一次也,哦,有碰到师父,哦,真的,你的腹法好大,啊,因为我那个小朋友就是有开刀嘛,有脑伤,那里面是做脑式引流,做一个引流馆,哦,是,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去闲火室,哎,这个地方很漂亮,看起来很舒服,那第一次遇到师父的时候,师父就把我们招手招过去,因为我们抱着,我太太抱着小孩,小任何,是,是,那师父都会对小, 小朋友,呃,未来国家的主人都加持,对,对,对,那加持完,嗯,我那个小孩子,因为有脑伤,嗯,嗯,嗯,师父这样教,也蛮大力的,哦,哦,所以不简单,那,我小朋友,后来我们每个月,都去宣伏室一次,嗯,嗯,嗯,很,真的很,是老祖的巧安排,跟师父的慈悲,嗯,嗯,每一次都有遇到师父,哦,是,师父就会帮我那个小孩子加持,加持一下,那我那个小孩子,我们一出, 如果出长期三宣伙室到,胡归派出所,等那个红绿灯,停住,停住,到那个地方,小朋友一定哭,啊,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哦,是,我说好,下次再带你,哦,是,是,是,所以在那边,就那时候也是这样,在宣伙室这样,每个月到宣伙室离活一次,现在小孩多大了,现在已经读高一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还好,那个师父加持,我那个小朋友,非常平安的长大,哦,非常好, 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哦,你来工厂这边,也因为让你感觉到,其实风水是很重要的,嗯,嗯,嗯,那听说,这个工厂里面,其实你在的时候呢,听说也改了很多,像大门冲啊,还有这个门冲啊,这什么意思,啊,那个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啊,那个,这家工厂是,做南朝北的,嗯,嗯,嗯,那,它的大门的,那,湖边,现在我们学知道,湖边是工厂,是,湖边洞, 那,那大门,大门就是两个大概,两,三,呃,大概七指高的那种大理石柱,哦,哦,哦,那当初,前面吗?对,对,大门,是,那当初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工厂的一个中班的员工,嗯,十二点下班,嗯,然后出车祸,是,那就当场就往上了,嗯,嗯,嗯,那到第一,那个员工要,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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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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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先生 弟弟先生来看 那就把那个农珠做起来 做起来以后 我们这家工厂就比较平静了 是 所以其实工厂的风水不如乏 不是只有生意 打不走 其实员工也会受到摘殃 所以如果说 你发觉现在你是很努力在做 但是怎么做 这个好像做得很困难 好像你也觉得你自己 心有余力不足了 你不妨到我们各个道场 来请示我们的法师 因为都有固定的时间 那所以说你可以请示一下 然后哪个地方有问题 你得到一个最大的改善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说你看看 你这样子自己 把自己的工厂做得这么好 你的小孩也把师父的家子 现在有这么样的健康 所以现在你身为一位讲师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师父 一星大学 开创一星大学的宗旨 养旋细才 正名欲得 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 我们老祖占据 曰 阴凌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我们学艺 就是要来求一个 除了求了家庭平安以外 家庭的太平以外 我们要求国家 社会的太平 国家的太平 进而到天下太平 这是王产老祖大天尊跟师父的大悲愿 那学习益经 我们先从基础开始 从每个学员的家里 从每个家家户户都 学益经来 用益经风水 来让整个家庭 每个家庭都平安 是的 所以说其实 以讲师他本身呢 就是 虽然是第六届了 但是呢 就是说 在这当中呢 一直也在学习 然后自己的正道案例有这么多 那你才会更相信 这个妙法 真的是很难得的 那真的如果说你用对了 你有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 对你来讲的话 你会平步轻盈 事事顺利 这才重要 不过听说你也帮助了 这个床位的问题 床是我们一个人一生 可能用尽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 对 对对对 那也是在公司上面 那同事 第一例就是有一个女同事 那刚好她也是在上班 就是一个女同事 然后我发现她上班的精神也是郁郁寡欢 然后后来经过其他的同事 她比较好的同事跟我讲说 因为她老公在外面有了小三 那所以就是跑到她那个 他们算同事比较好的同事 告诉我那个同事 心情会出来 对 那是收留她的那个跟我讲 然后我说 那我找时间问她 我说你发生什么事 那一谈谈 然后我说你家的房子床 你睡是不是睡右边靠墙壁 她说对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睡右边靠墙壁 对他们家的床是睡右边靠墙壁 是 因为她那个是那个我们一般讲的说通铺 通铺型的 那一个房子也不算通铺 一个房间她是没有吃打通铺型的 所以她是靠右边 靠右边然后师傅有说靠右边就桃花比较多 所以结果她先生就因为她先生是一个 也是在一般的那种劳工界的 那劳工界的晚上去打打麻将就认识了小三 是 那就产生这样了 那我就叫说你把那个 你们睡的方式转一下 是 转个180度 转过来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有很多的女生其实智慧也不够 当你面临到先生有小三的时候 我开始去追去查去打去骂 结果人吵得不敢开交 聪明的话就像我们的袁董讲是这样子 知道一下 先从内部的格局先了解一下 然后有可能你这个房 这个床位180度一转 当你虎龙边靠墙壁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智慧了 所以现在你的同事应该是笑咪咪的 帮助了这样的同事你觉得 大家对你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大家就变成好像是家人跟家人一样 无所不谈 对 无所不谈 他像他家是种柳丁的 种柳丁 有什么如果收成的时候 就会把柳丁带给我都很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 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你帮助了他 家里也有种柳丁 那如果是一家人也是分享 更何况现在师父开始我们说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世界和平 天下一家亲了 所以说真的我们在这么越久 你会觉得说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 真的就像一家人 那帮助这么多的朋友 听说还有一个床位的问题是不是 这个床位我才知道 我们的一经风水是不分国籍的 那也是一个外劳 泰国籍的劳工 他是已经来台湾 已经到那时候是第十年了 所以他国语讲得非常好 那有一次他就是 就是要跟我说 报告厂长我想请假回家 我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儿子发生一些事情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他儿子杀人 杀人 对 杀人 哦 很恐怖耶 后来我说 我就问他 我就叫他画 他家的小朋友的格局 结果是门冲 门冲 又靠床又靠湖边 那这个小孩子很难管 那个醉凶 那个醉凶 是是是 那我后来就叫他调整 又给他一本这个小洋宅 带回泰国 那他带回去泰国 他回去处理事情的时候 把家里调整完以后 那因为他那个儿子伤害人家 赔了大概台币二十几万 是 那他回来很开心跟我讲 他说我处理好了 家里改变好了 他用完他去买他们泰国的那套 中了二十几万 还有剩 是是是 对对 那就把依照我们小洋宅的格局 把它弄完 是 那把床位调整过后 他的小孩子 后来去上大学了 太好了 你看看 我们只要把风水学好 我们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甚至可能救了一个大家族 那当然就是说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各位不要看看说 我们就是说这一本 鬼谷子心法在台湾 阳宅风水学讲座 师父很慈悲啊 光刚这一本结缘的书籍 我们不晓得已经发出了几万本上去了 几十万本了 但是呢就是为了是什么呢 这一本也都要很多的成本 为了就是要家家户户都平安 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运动讲师提到说 他的这个员工呢 把这一本洋宅风水学的讲座呢 带回到他的国家去 在国度里面呢 是不分风水的 不分 我是什么国 我不看风水 我是哪一个国家 我不看风水 都要看 结果调整了以后 你看本来杀人的儿子呢 脾气那么不好 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了 这是一个就是事物说 用我们的内心的境界 心理的和平 达到世界和平 因为现在已经都是一家亲了 这很重要 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我想了就说 以前我搞冒去看医生 那每次去都是那个护士小姐 可是我看她人长得很好看 但是她的眼睛都是黑眼圈 我问她 我说后来说 你睡了床 你是不是睡在门一打开的地方 她说对啊 她跟门像同向的 我跟她讲你要改过来 她说真的没地方改了 我说没地方改 要不然你就换个方向 头就跟你的脚换了 不就结了吗 所以不晓得有没有改 我希望祝福她 能够知道风水的妙法很重要 所以我想请袁东奖 是利用一点时间 来邀请大家 来上学习我们的 一经风水妙法 以你来学习的心得 来鼓励大家 从我本身的政道 工厂 床位 大门 这在告诉我们 一经风水跟我们的人的生活 息息相关 如果这个不如法 风水不如法 那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从不安到平安 我们唯有从学义经风水 来改善我们的住家 工厂 公司的环境 让我们的生活顺利 公司 营运也顺利 我们所以呼吁大家 一起来 大家学习经 是 是 非常好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我们袁东奖师 他工厂的这些案例 每个员工都是因为 家里有问题 心不安嘛 怎么会造成社会的一个祥和呢 所以师父说学习习经 最主要就是让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安心 能够安心社会祥和 国家社会就太平了嘛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地高兴 谢谢袁东奖师 来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祝福你 感恩 阿弥陀佛 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看 维心正道 师父 火焰禅师开示 大家学习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阿弥陀佛 食杂志愿者阿弥陀佛